是 是 我觉得吧 大伟好不容易约咱们一次 作为兄弟 应该支持他才对 那啥 没事一块去吧 那去呗 好 老万天啊 这是高欢 这是李洋 都是我好朋友 红冰 都是张月 小季都是我朋友 坐坐坐坐坐啊 岔开啊 咱们一定要插开 咱们一定要插开 才有意思 大伟 赶紧呢 开始吧 大伟 给大家献手一曲吧 赶紧整一首啊 快点 丢 丢 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 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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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丢 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 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丢 丢 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 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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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文再献一首啊 洪冰啊还是你先唱吧 我口感渴 来我 大文 你是不是就会这一首啊 你说啥呢说呀 我跟你说我会老多了 你们随便点 看我现在有点口渴 你让你先唱吧 我一傻当兵呢 除了军歌我还能唱啥 你是军人啊 准确地说应该是退伍军人 我 小季 李斯菲斯 咱们几个是战友 以前都没看出来 啥呀 你 你俩以前见过啊 我操 小逼袋子们 跟他玩的啊 操你们妈的小崽子 来来来 对对 来来 退我哥路啊 操 对来来来来 操 操小崽子们 好 干嘛 三 五 五 conducive 来 来来来 好 来 来来 那孙子就是陆伟 挺旺的 来 刚才你们那里 谁骂我来着 我妈的 你骂他 你是谁 赵虎兵 我认识你 我弟弟跟你是同学 那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你是陆伟大哥 久仰久仰 赵老弟 听刚才说话的声音 骂人的不是你 你告诉我是谁 我不为难你 谁骂的都一样 都是我兄弟 那不行 谁骂的我找谁 我陆伟很讲道理 绝对不胡来 那我要是不告诉你呢 你放心 我不会把他怎么样 我最多是 把他门牙打下两颗 嘴巴打得稀巴烂 让他以后 别他妈再说废话 那这么说 是没商量啊 姓赵子别给你点鼻脸啊 我妈的 你他妈算个鸡巴毛啊 就你他妈是陆伟啊 刚才我骂的 怎么了 你他妈再说一遍 来 没事吧 我没事 没吓着你们吧 我们也不想打架 还好 他们几个是得教训一下 平时太嚣张 太欺负人吗 明天那招 大伙怎么想 当然得去 咱可不能认死我 不能让那帮土牛王小蛋 才上过战场了 对 必须去 要不在市区里 他们就更他妈得瑟了 整天抢抢好多 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 收拾他们了 别人怕 我们可不怕 大伙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他妈都没吃过肉 他们算狗屁啊 陆伟他们确实 这么干过几场硬的 这个 红定 火角人 陆伟这帮人呢 我 我知道 你们哥几个都打过仗的 不怕死 但关键陆伟这帮混的 混了不少年来 人又多 我们人这么少 肯定容易吃亏的 真的 大伟 有些事 在做之前就没自信了 这事肯定成不了 不免 我叫我们先去阳南山 把地心查一下 四儿啊 别冲动 真的 冲动容易掉脑袋 不是 你啥意思 怕掉脑袋 咱把脑袋放裤装 哎呀 四儿你别急 大伟也是为我们大家好 阳山 他们比较熟悉 有可能在地理上会占优势 还去南山干啥呀 今天晚上 咱们就去把他们这帮兔崽子 给他们剁了 我同意张岳的说法 今天就去 杀他个措口不及 不行 战术是他们家的 咱们应战应该光明磊落的 偷袭可不行 偷袭说得对 咱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咱那光明真大 把他们给做 我呀 倒是没觉得他陆伟有多能耐 还不就是一个脑袋两条腿 我他妈打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已经被张岳那一刀 给捅破打了 昨天一见 我推测陆伟没有杀人的党 怕他们干啥呀 人多又能咋的 打架 拼的不是人多 拼的是啥 拼的是能力 今天晚上 哥几个把家伙事全给我带上 要不先把消息放在陆伟他们 或许他们不敢对咱们下狠手 大伟 你要是啪口哄回去 我们几个够实 我真的不是胖 真的 为兄弟拼命我没二话的 我就真的不想得罪人 真是 对 大伟说的也有道理 放话出去 但是大伙有多少亲密 只要他们不下死伤 我们必胜 依我看 要不我们跟他们谈谈 或许用不着拼命啊 任何事情 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 有啥好谈的 大伙分头准备家伙去 行 坐 走 什么事 欢欢 你今晚有事吗 没事 怎么了 作业都写完了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是这样 我把单位发了两张电影票 他们又不感兴趣 我想带你去看 你这学习压力这么大 我怕你累着了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再说了 我还得回去 预习一下明天的课呢 要不 你先回去吧 行 你 那我先走了 你回去别耽误 别耽误功课啊 好 回头 嗯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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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先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早在家放着呢 一直没拿着 还有微信不来了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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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赵红兵 你谁啊 我陆伟邻居 陆伟 陆伟呢 反正来不了了 陆伟让我把这个给你 我有事我愿愿回家了 慢点跑 这陆伟啊 没法提了 我吵了 你不吵了 我吵了 我吵了 我吵了半天这个 我吵了 这陆伟 害你把吵了 撒驴 陆伟算是栽了 有人栽了就有人崛起 赵鸿兵这群人 以寡敌众 以弱胜强 率先上了山 而陆伟却没敢来 很快就传遍了黑道 赵鸿兵团伙一战成名 陆伟这群 以小偷为主体的流氓 注定是 我是黑道上的流氓 注定不是赵鸿兵他们的对手 无论他们有多少人 人多有什么用 只能欺负弱者 在弱者面前树立威风 而赵鸿兵他们只欺负强者 欺负成名已久的老流氓 欺负强者是他们选择 而且坚持的一贯路线 事实证明 在黑道上混 这样干是洁净 也是真意 蓝天就是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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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落西山 红下北 斩天大妈八云归白云归